你好,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《观看之道》,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三万两千字,中间穿插了两百多幅影像,那接下来呢,我将用大约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。 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,与所受的教育、信奉的思想,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。 观看先欲言行,当我们刚刚出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,我们还不会说话,但是我们已经睁开了眼睛,尝试着去观看这个世界。 当周围的事物慢慢熟悉,我们开始学习用语言来解释看到的一切,这让我们有一种感觉,那就是语言是通过学习与经验得来的,而观看的能力却是与生俱来的,是生理上自带的。 但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,比如说我们看一朵玫瑰花,从来不仅仅是光线的折射,投影到我们的视网膜上就结束了。 我们会不自觉的联想到爱情、凋零、美等等与之相关的画面和词汇。 我们从来不会单纯的注视一件东西,我们总是在审视物体与自我之间的联系,总是将事物置于相关的事物链中,从而构造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。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什么,我们以何种方式去看,如何去理解我们看到的都不是那么直接的,而是会受到知识、价值观、信仰与环境等的影响。 观看之道这本书是1972年BBC艺术纪录片《观看之道》的文字摘录版。 这部纪录片至今仍然备受推崇,被无数艺术评论家和学者奉为经典。 著名作家、主持人梁文道曾说过,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做出一个如观看之道一般的节目。 我们再说回这本书,全书分为七个部分,其中四篇图文并用,剩下三篇只有影像,让你体验在无语言介绍与解释的条件下,如何去观看一幅画。 如果你在国外留学,如果你的专业是摄影、电影、艺术史或者传播传媒等等,只要跟文化艺术有那么一点相关的,你会发现教授通常都会选择观看之道来作为教科书。 作者约翰伯格已于2017年1月2日去世,享年90岁,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、小说家、思想家之一,同时他也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。 他的一生都在与资本主义战斗,用文字鼓励和号召大家关注世界上被资本主义压迫的弱势群体。 尽管约翰伯格拥有如此多的身份,但是他评价自己为一个说故事的人,也就是一个将遥远的经验分享给你听的人,从而让你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。 约翰伯格共出版了多本艺术专著,如看,另一种讲述方式,抵抗的群体,毕加索的成败等,但就对艺术领域的影响而言,观看之道已经成为了一个巅峰,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。 好,那介绍完了本书的大致情况,以及作者概况,那么接下来,我将从以下三个重点,来为你详细的讲述书中的内容。 第一个重点是,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,是如何改变着我们的观看方式。 第二个重点内容,囚禁在男人目光下的女人。 第三个重点内容,大多数的西方艺术,都是为资本主义意识和形态服务的。 好,那接下来呢,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重点内容。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,是如何改变着我们的观看方式。 影像从来都是人为的,用来复制和重现当时眼前的景象。 我们见到的所有影像,都是被选择,被安排的结果。 在纪录片观看之道第一集的结尾,约翰伯格说了这么一句话。 你接收到的一切影像和含义,都是安排过的,包括你现在看的这个纪录片。 但我希望你可以思考这一切是如何安排的,并对所有信息保持怀疑的态度。 自1400年至1900年,欧洲大部分的影像都是通过油画来呈现的。 我们不对画作本身进行过多的论述,我们主要讲的是观看这些画的方式。 我们观赏一幅画的过程,并非如我们想象般那么自然而然。 很大程度上,我们怎么看一幅画,取决于每个人的知识、价值观以及社会习俗等因素。 欧洲绘画独有的透视法,创始于文艺复兴早期,是以观看者的目光来统筹万物,将一切事物放在观看者视野的中央。 如同将孙悟空吸进那个葫芦一般,外部的景象统统被收进了眼底。 透视法使观看者的眼睛变成了可见世界的中心,但人毕竟不是上帝,所能看到的也只不过是片面的景象,只能发生于一时一地。 机械之眼的出现更加暴露了这种局限,那什么是机械之眼呢? 简单来说就是照相机或者摄像机。 如果说透视法让观众感到自己是世界唯一的中心,那么照相机的出现则表明,这种中心是不存在的。 我们可以通过相机拍摄的影像,看见不在眼前的世界,不仅改变了人们可以看到的东西,也改变了人们观看的方式。 假如说我现在问你,你见过达芬奇的那幅著名的孟娜丽莎吗?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说见过,但是你第一次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呢? 99%的人应该都不是直接在卢浮宫看到的真迹,一般是在书上,画册上,电视上,甚至一些包装袋上,看到的是它的复制品。 曾经高处于庙堂之上的艺术品,从此变得触手可及,并且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。 绘画最初是用来装饰建筑物的,存在于大大小小的教堂或者私人住宅中,是财富和地位的体现。 绘画是独一无二的,直到相机的出现,使得它的复制品能够以各种大小为任何目的地出现在任何地方。 这一方面实现了艺术民主化,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艺术,接触艺术。 但另一方面,这些复制品却在控制着我们观看一幅画的方式。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? 我在这举个例子,假如现在你的眼前有一幅画,墨蓝色的天空下一群鸟儿从金黄色的麦田里飞掠而出,想象一下记住此刻的感受。 然后我告诉你,这是樊高的最后一幅画,是他在自杀之前创作的。 紧接着,伤感的背景音乐响起,那么你此刻的感受是什么呢? 很难说后来的这些信息是如何微妙地影响了这幅画,但是我相信你前后的感受肯定是不同的。 画作是静止的,是孤立的,是存在于特定的某处的,但是复制不是。 随着镜头的拉近拉远,截取局部或呈现整体,表现的可能是截然相反的意义。 复制的图画通常附有文字说明或者其他注视,表面上在帮助你理解这幅画,但实际上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影像在脑海中渐渐向文字的含义靠拢。 镜头、语言、背景音乐、周围的环境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一幅画的解读。 复制的影像将整体的绘画揉碎了,按照需求选择相关的细节去传达一些信息。 这意味着艺术的复制品可以被任何人利用,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。 画面变得可以像语言一样使用,使得我们很容易将艺术体验与其他体验联系起来。 可能是个人的生活体验,也可能是对方营造的体验。 就像在电影《达芬奇密码》中,达芬奇的艺术作品只是为了能够推动故事的发展和情节的设定。 复制者并不希望你用自己的想法去解读,而应该带入电影本身去看这些画。 好,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个重点内容。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是如何改变着我们的观看方式? 影像从来都是人为选择安排的结果。 文艺复兴早期,画家运用透视法,将观看者的眼睛置于世界的中心,统筹万物。 但是这个只能记录一时一地的景象。 直到相机的出现,复制的影像改变了我们看到的世界,也改变了我们观看的方式。 复制品使得艺术与日常生活发生了交集,不再是权贵的特有物。 但同时,这些复制品可以被任何人为实现任何目的用在任何地方,通过截取、文字注释、用途等影响和控制着我们观看的方式。 那接下来呢,我们要说的是第二个重点,囚禁在男人目光下的女人。 传统的艺术史总是习惯将艺术神秘化,并喜欢用一些宏大却抽象的词来形容艺术作品,比如永恒、伟大、孝、真理等等。 将艺术拔高到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高度,这只会蒙蔽我们的双眼,使我们无法看到这幅画被创作时的那种体验。 而约翰伯格想要做的,就是挑战这种常规的艺术史,让人们能够看到画家在画这幅画时最本质、最单纯的体验。 举个例子,荷兰大画家哈尔斯的两幅剧作,描绘的是当时中老年纪贫院的男女管事,有钱有势,身穿华服。 但是哈尔斯那个时候已经年于八十,穷困潦倒,靠着画中端坐着的这些人领到了国家的救济,不至于冻死街头。 那么这两张画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? 传统的艺术史学家通过对画中人物的面部细节,色彩的运用,动作的摆放等等的研究,告诉我们哈尔斯的画有多么的伟大,构图是多么的精巧,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善良。 这是一种多么永恒的美,这就是将艺术神秘化了,它让我们看不清楚一幅画最简单的陈述。 那就是哈尔斯,一个年迈而穷困的艺术家,在看着面前这些施舍他的达官权贵,摆着各样的姿势等着背画,这难道不是他眼中所看到的东西吗? 这是不是听上去过于简单了呢? 但事实却是,大多数人怎么也无法看到这么简单的真相,那是因为我们社会,我们人类从古至今都存在着一些很固执的想法,我们称之为观念或者风俗。 比如,我们总觉得裸体化是一件艺术,展现了女性或人类的美。 但实际上,那时的裸体化跟现在的色情电影并没有任何区别,目的都是为了刺激男性的性欲。 从最简单的真相来看,那就是一个裸露的女人,摆着不同于平常的姿势,展现自己的曲线,去引诱看着她的男人。 在男性如何看待女性,以及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问题上,人们似乎有着约定俗成的观点,世世代代难以改变。 男人在观察女人,而女人也在看着自己被观察,渴望被认同与爱慕。 就像是一面镜子,外在的每一眼都是一个判断,提醒着女人应该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,这是女性从小的时候就被灌输的观念。 那就是要学着用另一只眼睛来观察自己,看自己走路的样子,看自己工作的样子,甚至在极度悲痛的时候,也不忘预想自己的痛哭的姿态。 相反,男性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,那是因为男性自古以来就是力量的象征,一切都来源于他内在的能力,无需被别人判断。 而女性必须观察自己的角色和行为,因为他给别人,尤其是男性的印象,将会成为别人评判他一生的标准。 换句话说,他丧失了自我感觉。 久而久之,女人将会将男人的眼光纳入自己的体内,随时带着一双男性的眼睛来观察自己的外表和行为。 也就是说,女性同时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,而对象都是他自己。 那么这些在男性目光下成长的女人,就会被迫需要打扮自己,让自己变成男性目光下想要成为的样子。 这种观看方法自然也会以一种方式呈现在绘画上。 通常欧洲的绘画有男人的画像,也有女人的画像。 但是有一个类别中,女性却是主要的,以及一再出现的主题,那就是裸体化。 但是首先,我们必须先明确一下,欧洲传统中裸体和裸像之间的区别。 裸体是一种客观状态,是赤裸着,没有穿衣服的,它是一种自我的呈现,是个人的行为。 就像我们在家里洗澡的时候,脱衣服那般自在。 而裸像则是将自己作为一件被观看的对象,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是被公开的展品。 裸露的主角意识到有人在观察自己,它裸露着并非如同其本来自然的裸体形象,而是观察者中眼中的裸像,是刻意摆出的姿态。 所以我们说的裸体化,其实应该叫做裸像化。 文艺复兴时期起,我们能看见大量的裸像化中都存在着一面镜子,要么被女性拿在手中,要么放置在面前。 这都说明了社会将女性当作是一个景观,不仅观察者在看着画像中裸露的女人,女人自己也在看。 但镜子却又是女性爱慕虚荣的象征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? 也就是说,男性一方面从描绘女性裸体上得到满足,一方面却在道德上谴责画中的女子。 就像一些性感的女明星,在电影或者是电视节目中拍摄了一些尺度比较大的画面。 男性观众一边享受着这个画面带来的刺激感,一边却在潜意识里看不起这些女星, 认为她们卖弄性感,不知廉耻,应该被唾弃。 这种长久以来存在于我们脑中的固有观念,自然会影响我们观看艺术的方式。 好,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二个重点内容。 囚禁在男人目光下的女人,因为男女本身力量的差距, 使得女性被迫在意男性对于自己的印象。 久而久之,女性便将男性的目光内化,将自己同时分裂成观察者与被观察者。 从男性的角度观察自己,让自己变成男性目光下的形象。 这在欧洲绘画的裸体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 裸露的女性与平常的裸体不同,她明确地感受到了观察者的目光, 并摆出诱惑的姿态,刺激男性的性欲。 而男人一边享受着这份刺激,一边却在道德层面谴责画中的女子。 好,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三个重点内容。 大多数的西方艺术都是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和形态服务的。 从油画可以售卖开始,便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。 它总是镶着金光闪闪的边框,出现在富人的宅邸中。 就像我们上面说的那些裸体画,最终是什么人会拥有这些画呢? 上流社会,有钱有势的男性。 由此我们也知道,这些画就是为了服务这类人而被创造出来的。 油画与其他绘画方式不同,是一层油彩叠加着另一层,呈现出一种立体的效果,能够表现出所绘物品的质感、纹理、光泽、还有结实的感觉。 使观赏者以为自己看到了真实的材料和物件,仿佛伸手就可以摸到。 这在当时没有任何照相摄影技术的年代来看,是十分的神奇的。 而且这种强调事物的固态,让你以为自己可以伸手摸到的感觉,有点类似于对画本身和画中物品的所有权,让你觉得拥有一张自己的油画,就相当于在确认你实际拥有的物件。 也可以理解为财富。 比如说很多油画中会有一到两个主人公坐在画面的正中心,穿着华丽的衣服,身旁摆着一些珍贵稀奇的装饰品,脚下踩着精致的手工地毯。 主人公不可一世的姿态和弹幕的眼神告诉我们,这画中展现的一切都归属于他们。 这像是一种什么心理呢? 就像我们爷爷奶奶,或者再往上一辈的太爷爷太奶奶那个时候,准备找人拍一个全家福或者肖像照,总喜欢穿上最漂亮的衣服,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都摆上,以此来展示自己过得很好,并希望通过照片来强化这一观念。 同样的,当我们看着一幅画着可口食物的油画,它表明了画主日常的饮食方式。 我们看一幅非自然环境下的动物画,那是画主证明身价的家畜。 我们看一幅建筑或者庄园的风景画,那么目利所及都为画主个人所有。 所有的画没有一处不是精心设计的,没有一处不再展现着财富。 总的来说,我们看见的油画就像是一份个人财产明细表。 哪怕一些看似与现实生活无关的历史与神话作品,除了画家为了抒发个人情感所创作的以外, 你会发现画的主人也存在于这个画中,因为这是他追求的理想画形象,或英勇或高贵。 从画中他看到了自己伪装的身份,也美化了对自我的审视。 这些画表面上是富人们在炫耀自己拥有的一切,实际上也是在歌颂着深深的社会,一种物质的秩序化。 这中间还包含着所有权与交易权。 什么意思呢? 就是画作本身虽然是一种私有式的代表,一份记录,但是它并不直接歌颂购买力, 而是通过向外展示,我就是如画中这般生活的,我拥有你难以企及的一切,我应该是你嫉妒和尊重的对象。 因此,油画代表的就是富裕,就是身份,就是地位。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壮大,渐渐的能够买得起油画的人也多了起来。 他们通常是一些新兴的小资产阶级,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,获得了现在小小的成功。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,依然希望可以通过油画来表达他们渴望拥有的,或者已经占有的, 那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的那些美德,这就促使了所谓的风俗化的诞生。 那是一种描述下层生活的图画,不高雅,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粗俗, 这些画都是从正面或者侧面传达了你拥有的美德,会在地位上或者金钱上给予你回报。 简单来说,就是在讲一个人努力工作,发奋图强,然后他成功了, 要么告诉你不要虚荣,要脚踏实地,不然就会失败。 听上去就充满了典型的资本主义思想。 发展到现在,金冠油画依然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富裕与高贵。 我们会在一些高级酒店、会所、宴客厅等等一切想要展示地位的场所, 看着一幅幅表着有些许褪色的金矿的油画, 但他已经不再是最流行的一种艺术媒介了。 那我们今天最容易见到的是什么呢? 是广告。 无论是路边随处可见的广告牌、广告屏,还是包刊杂志的内页, 电视中间的插播,或者是互联网、新媒体, 我们每天都会接收着成百上千条广告信息。 多到什么地步呢? 多到我们已经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,如同空气一般自然。 广告同油画一样,都是在为资本主义服务的, 都是在向你展示画中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。 不同的是,油画表现的是一种现在时, 强调的是,我现在很有钱,我现在拥有这一切, 你应该嫉妒我。 但是广告是一种未来时, 强调的是,如果我有了这个东西, 那我就可以跟画面中的人一样快乐了, 我应该马上掏钱去买。 无论是从哪种角度,油画和广告, 或者说其他一些艺术形式, 最终受益的都是那些资本主义家, 前者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, 后者满足了他们的钱包。 好,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三个重点内容, 大多数的西方艺术, 都是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和形态服务的, 自从油画可以收卖开始, 便流行于上流社会中, 富人们请画家将自己拥有的一切, 通过油画展现出来, 以此来证明金钱和地位。 当新兴的小资产阶级, 也能够买得起油画的时候, 风俗化应远而生, 向大家灌输了一种, 只要努力踏实勤奋, 你就能够成功的观念。 发展到今天, 油画不再是一种主流媒介, 广告以惊人的数量, 充斥着我们的生活, 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, 美好的未来生活, 让观众心甘情愿的打开钱包, 为资本主义买单。 好, 那说到这儿,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, 让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。 首先我们说到了,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, 是如何改变我们的观看方式的。 我们见到的所有影像, 都是被选择被安排的结果。 欧洲油画特有的透视法, 将观众的眼睛作为中心, 一切事物以这个中心向外延伸, 这当然是有局限的。 相机的出现, 使得这种矛盾加剧, 镜头复制的影像打破了那个中心, 让我们见到了不在眼前的世界。 复制品实现了艺术民主化, 让艺术不再是权贵的特有物, 但同时这些复制品也可以被任何人, 为实现任何目的用在任何地方, 通过截取部分, 文字注视, 背景音效, 用途等手段, 影响和控制着我们的观看方式。 其次我们说到了, 囚禁在男人目光下的女人, 传统艺术评论总是以固有的观念, 将艺术神秘化, 让我们无法看到最直接的体验。 比如女性懂得用自己的双眼看待自己吗? 答案是否定的, 女性习惯将男性的目光内化, 同时分裂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, 以另一双眼睛观察着自己, 那是男性的眼睛。 欧洲的裸相画, 就是对这种观看方式的记录, 画中的裸露的女性, 明确地感受到了观察者的目光, 并且摆出了诱惑的姿态, 刺激男性的性欲, 而男人一边享受着这份刺激, 一边却在道德层面, 谴责画中的女子。 最后我们讨论了, 大多数的西方艺术, 都是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和形态服务的, 起初油画和建筑是宗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 它不属于个人, 当油画可以交易的时候, 富有的资产阶级便请画家将自己拥有的一切通过油画展现出来,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金钱与地位, 接受普通人嫉妒的目光。 随着经济的发展, 一些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也能够买得起油画了, 一种新的观看方式也催生了一种新的绘画流派, 那就是风俗画, 目的是给大家灌输一种只要努力工作, 你就能够成功的观念。 发展到今天, 油画不再只是一种主流媒介, 广告却以惊人的数量充斥着我们的生活, 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的美好生活, 让观众心甘情愿地购买广告中的商品。 好了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,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。 我们不见不散。